大家好,我是超神龙哥哥 红蝶雪上皮肤曝光后 很多玩家都表示要入手这款皮肤 这款皮肤的吸引力甚至超越了红蝶之前的白无垢 红蝶这款雪上的皮肤有三个细节隐藏秘密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第一个秘密是红蝶斑落巷时头上的脚 有一边是断了一半的 斑落在日本代表女人怨念所生的怨灵 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 这种怨灵头上的脚的长度代表着怨念力量的大小 脚越长怨灵的力量越大 但红蝶这个脚断了一半 这可能代表着怨灵的力量有所折损 或者暗示红蝶内心受伤 第二个秘密是红蝶身上的纹身 因为纹身在日本的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在早期纹身在日本是非法的 是一种惩罚的方式 专门用于被流犯的罪犯 这种惩罚的方式持续了150年 直到1870年由日本的明治政府废除 我们无法判断红蝶是出生在1870年前还是后 所以红蝶的年代如果早于1870年 他身上的纹身可能是非法的 或者暗示了他是被流犯的人 第三个秘密是红蝶胸前的匕首 红蝶头上有脚 扇中有刀 胸前还插着匕首 加上他身上的纹身 这是从怨灵华丽的结合了一级女杀手的标配 在很多日本的影视剧中 匕首短刀都是日本女杀手的标配 红蝶头上的脚虽然短了一半 但手中却多了一把匕首 看来怨脸并没有减弱 但这款皮肤可以说是红蝶最有味道的皮肤了 经验之美还带着些霸气 所以龙哥肯定要入手了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你有更好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点击关注哦